好 继续1600新经济的时间来关注 防疫险的黑洞还没有补完 保险局点名四家产险业者资本严重不足 一规定得立即增资 是哪几家呢 请教主播舒海 好 谢谢林千 确实带大家来看到到底哪几家被点名 而且这一部风波还没烧完 我们来看到呢 被点名的就是富邦产险的部分 还有核泰产险 以及新安东京 还有中信产险的一个部分 他们都是小于50% 或呈现一个负数的资本氏足率 而截至今年的第一季为止 六大的产险业者呢 已经增资达到了1125亿的水位了 其中我们刚刚看到被点名的四家业者 他们呢其实已经增资了 来到了845亿 占整体增资的部位呢 是已经来到75%的部分 结果显然还是远远不足的 那我们就来看到保险局点名 这四家产险呢 资本严重不足就要立刻来增资嘛 那这四大业者 到底有没有相关的应对政策呢 我们来看到在富邦的部分呢 提出会尽快来办理增资 那么中信金呢就表示说 他们预计第二季就会启动增资了 核泰的部分是认为呢 在这个董事会后会来 对外来进行一个公告 那新安东京的部分已经有时间点 6月30号之前 他们会完成增资 希望透过这些方式来度过 这一波难关 被业界称为纠藏进人条款 那么日前呢已经出审过关 未来持股会有哪一些变化呢 再请教说 好 确实来看到哪一些变化出现了 首先先来关心一下今天台股的走势 今天台股是走升的 收债的是15836点的一个水位 那我们看到证交法这样的一个修正草案 初审通过之后呢 第一个改变就是大量持股的这个申报门槛 有一些调整了 会降到5%增减呢 1%的时候必须要在两天内来进行一个公告 那再来就是提高了券商的罚还上限 从原本的480万提高到600万 那么券商罚还的最低标准呢 也是有提升了 从原本的这个24万增到30万 其实过去比较常调的是天花板的这个门槛 可是呢其实看一下过去的一个判决 多半都是罚最低标准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少见 来调升这个地板价的一个部分 那业界也把这些称为是纠藏进人条款了 要防堵的就是呢 未来这个市场派对于经营权的一个突袭 让他们可以提早被揭露出来 那我们来看到呢 台股目前呢是有新开户数 持续增加的一个状况 1月份增加了3.1万 2月份7.09万 3月份的时候有6.4万人 其实这是从这个去年10月份开始已经连续呢 有半年的成绩都是一个成长的状况了 那我们来看到光是3月份的新开户数 其实年轻族群占了很大一部分超过8成 看到这个19岁以下是新增了1.1万 那么20到30岁增加最多了增加了2.6万 那么31到40岁增加了1.2万 所以总计起来大约有5万人成为了台股胜利军 那19岁以下呢 总共是39.3万人 4月份呢 渴望可以挑战的是40万人大关 央行持续的升息也影响房市了吗 六都第一季的移转动数年增率通通是呈现负成长的 而年减幅度则是创下近4年的新低 今年有机会转好吗 舒海 好确实哦 很多专家都在说 下半年应该会比较回稳吧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最新的一个状况 六都转移的动数呢 其实都是走跌的 台北市的幅度呢 已经走跌了28%了 新北也是25% 桃园也是28% 然后台中23% 台南19% 高雄22% 所以其实看到六都几乎都有两成以上的这个衰退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情形呢 其实呢 六都的这个买卖转移动数在三月份的表现是来到了2.1万栋 那年增减的部分呢 是走跌的 也是-18的一个状况 那呈现一个年减的趋势 不过专家分析哦 这样子的一个增减哦 其实符合整个市况 还有符合整个市场预期的 那么第一季呢 是买卖转移动数落在了4.9万栋 年增减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超过了两成的一个减幅 这个创下四年新低的一个情形 那么去年上半年呢 专家分析应该就是这一波景气的一个 高峰了 那么下半年呢 才会比较好转一点哦 认为刚性需求依旧是存在的一个情况 另外呢 他们也认为在二月其实有一小波的地眼买盘已经涌现了 所以渴望下半年有望是可以止跌回稳的 那么除了财经重点提供给您之外呢 也要接您可以扫描我旁边的QR Code 下载的是TVBS的新闻APP 让您新闻资讯呢 都不会漏接 而且包括天气啦 交通概况也都会提供给您 以上就是今天新经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